第112集 沈不清的笑容很是苦涩 他叫了宁碧进来的 他既然没有回来 你就去跟他说一声 说萧公子想把他带在身边 帮他将洗衣裳 要是他愿意就跟我说一声 有好地方我也不会拦着 宁碧满脸的惊讶 不不是惊讶而是慌张 他跪在沈不清的面前 苦苦的哀求道 姑奶奶您别把英雄送人 他不愿意去 哪里也没有跟在姑奶奶身边好 如果是在潇洒开口向他要人之前 沈不清还有几分自信 自信自己对身边的人够好 可现在宁碧的这句话 却像一个讽刺 他淡淡地笑 您又不是他 怎能为他做决定呢 你们不要有什么负担 只要是你们自己愿意 我都会成全的 不是不是 宁碧很是惶恐 我和英雄很好 我知道他不想离开的 沈不清笑望着宁碧 去吧 去把英雄叫进来 你们也不用骗我 什么明霞拉肚子的 把他叫进来吧 宁碧跪着不动 泪眼朦胧地望着他 你先退下去 我有话要和你们孤懒地说 一旁的潇洒冷冷地吩咐宁碧 宁碧一听 竟然爬起来 急步走了出去 沈不清吃惊地望着宁碧的背影 沈不清 我那里是真的需要一个将衣喜伤的人 潇洒目光真诚地望着沈不清 你调教出来的人 我放心 要是你觉得营秀不合适 你给我一个婆子也行 你把庞罗宝放到我的铺子里 我再放个贴身的婢女到你身边 这算什么事 沈不清微微地笑 就营秀吧 难得你还记得她的名字 潇洒停了 就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沈不清 你别发平气 沈不清也叹气 如果当时能够控制情绪 不丢那个茶钟就好了 以至于现在潇洒以为 自己是在跟她赌气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不如就釜底抽薪吧 潇洒很沮丧的样子 不清 我明天一拿到文书 就要回甘肃了 明天就回甘肃 沈不清果然被转移了视线 他惊讶地望着潇洒 潇洒点了点头 今年的雪 并往年来得早 袁猛人到时候没吃的 又要入关抢粮食 曾大人已经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了 让我一拿到文书就回去 抢粮不能及时到 万一袁猛人入侵 谁还有心思去打仗啊 也是 沈不清我笑道 你任重而道远 早点把想粮催回去 那些将士也可以早一些安心 母亲 今年年底 我三年就认满了 潇洒望着沈不清 目光很是阴切 明年春天 我会回京述职的 到时候 我再来看你 这语气太暧昧了 沈不清不由急切地道 不用了 明年春天 我可能会和石敬书去一趟福建 到时候 你恐怕见不到我 潇洒笑着点了点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如果那边的茶厂很顺利 争取回来过年吧 如果不顺利 可能要在福建 待上一两年呢 潇洒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怅然地道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才玩够啊 无可奈何的样子 沈不清竟然心中一颤 什么玩儿啊 我是去做生意的 潇洒望着他笑 记得把旁的宝带在身边 他是老手 很有经验的 嗯 沈不清点头 姑奶奶 老爷请您和肖姑子去一趟 帘子后面就传来了 城乡的声音 沈不清在下江南之前 做主将城乡许配给了水乡 回京都后 沈真把水乡 介绍给了他一个 在山东任知府的门生 做了行名师爷 城乡则继续在沈真的屋里当差 只是从丫鬟变成了管事的妈妈 沈真知道潇洒在自己这里 沈不清虽然觉得意外 又觉得是在情理之中的 他不有的失效 潇洒却有几分狼狈 两人一起去了沈真的书房 行过里 沈真问潇洒 听说你明天一早拿到文书 就回甘肃了 潇洒点头 又将自己要回去的原因 说了一遍 沈真听了 很是宽慰的样子 知道事情的轻重患急就好 然后又对潇洒道 既然如此 你早点回去收拾行李吧 免得明天启程的时候 慌慌张张的落下什么东西 潇洒看了沈不清一眼 有些落寞的应了一声誓 然后被沈真行李退了下去 沈真这才指了指一旁的太师椅 对沈不清道 坐下来说话 看这样子是要长谈了 沈不清笑索在了太师椅上 沈真问道 潇洒找你做什么 沈不清心中一动 自潇洒住进来之后 两人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偏偏潇洒要走了 两人就很顺利的见了一面 他微微的垂下头去 一副安安的样子 向我要迎秀呢 沈真一正 要迎秀 是啊 说是身边差一个将你喜上的人 想让迎秀在身边服侍着 沈真笑了起来 这小子还不错 这一刻 沈不清心里已有了七八分的明白 他瞪着沈真 老爷 你们到底对潇洒做了些什么 你就别管了 沈真呵呵地笑着 从画案上抽出一个红色的败帖 曾菊给我来了一封信 向为潇洒报媒求取你 您不会是答应了吧 沈不清愕然 很紧张地望着沈真 你放心 沈真 沈真怅然地叹了一口气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不会再错第二次 潇洒这小伙子虽然不错 但我还要再看看再说 您就不用看了 沈不清酷笑道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为什么 沈真 沈真惊愕地道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 觉得这小伙子的确很不错 最难得的是 能在酒后面对营秀 不乱性 沈不清 摇了摇头 把二姐的事告诉了沈真 老爷 他身边还有个通房呢 沈真颇有些意外 没想到 他竟然收了个这样的通房 沈不清上前挽了沈真的胳膊 老爷 这件事就算了吧 沈真很遗憾地摇头 要是长辈所赐 我也就没话说了 既然这样 就当是没有这缘分吧 我很感激您在狱里的时候 他能那样为我们家奔走 沈不清和沈真谈心 把他当成兄弟一样地走动 有什么事 我都尽量地帮他 其他的 我恐怕难以做到 沈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爱怜地摸着沈清的头 好孩子 我们以后一定会遇到一个更好的 沈不清笑着点头 心底却像被弯了一大块似的 空荡荡的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磨 作者 芝芝 演播 叔叔 也许是沈不清的话起了作用 也许是没有机会 潇洒走的时候 并没有来向沈不清告辞 而沈不清冷静下来 也很快想通了那一天 潇洒的反常之举 他把英文几个叫来问话 原来自从潇洒住进来以后 英文就常常借着沈不清的名义 让营秀给潇洒送点吃食去 看潇洒对营秀是个怎样的态度 除了第一次潇洒看营秀 有些经验之外 其他几次都和对待秋桂和秋香的态度 没什么两样 英文这才放下心来 每天都殷勤地去厢房里走一圈 看看火盆烧得旺不旺 木炭够不够用 屋子打扫得干净不干净 免序暖和不暖和 谁知那天下大雪 沈真让人来找他拿库房的钥匙 拿包亮酒 还点着用营秀送去 营秀送了酒 就被陈姨娘拉着换了一身消沙衣裳 然后让田妈妈和秋桂秋香 把她给带到了潇洒的屋子 再后来潇洒喝得酩酊大醉地回来了 看见营秀她脸色铁青地把她给赶了出去 剩下的别人不讲 沈不清也能明白 本来这次让营秀招待她是沈真的主意 但她一定是见营秀总在她面前晃来晃去 所以误会营秀 并是觉得营秀居心不良 又怕自己知道贴身丫鬟做出这种事来伤心 所以想把她先从自己身边要走 再想办法收拾她 沈不清望着跪在她面前脸如白纸的丫鬟们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十月就是十一月 新年在望 要开始准备年货的事了 庞德堡是十月底到的 他一到就开始每天早出晚辉的逛茶铺 泡茶馆 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把京都所有的茶铺 茶馆的经营情况 经营特色和经营对象 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沈不清对庞德堡的办事能力和速度 很是佩服 无形中对他就有了一份尊敬 过了两天 周炳回来了 沈不清把他们介绍给对方 周炳的眼中就有了几分警戒 庞德堡却是无所谓的态度 和周炳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 沈不清让英芬送了庞德堡出门 问了周炳查账的情况 也不完全是贪了 陈公子接手的时候 正是老爷遇难的时候 一些费用比以前增加了不少 周炳很公正的评论查账的结果 加上陈公子不善经营 生意比以前差很多 当然也有些银子的开支很不合理 所谓的开支不合理 就是被陈家兄弟撞到自己的口袋里了吧 沈不清淡淡的一笑 等会儿就照时跟陈姨娘说 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 回去好好地歇算几天 我再给你安排拆事 周炳恭敬地应了一声势 却并不急着走 而是犹豫道 胡楠楠 我 我还是想回一门茶铺去 他是看到庞德堡 以为自己想换个大掌柜吧 沈母亲笑道 庞德堡只是来帮忙 你就安心的歇几天 再去一门茶铺也不迟 周炳笑道 做丝绸铺子 我是老本行 做茶铺我是外行 这次去了一趟江南 这才感觉到年纪不饶人了 姑奶奶 我到茶铺里做个伙计 也可以啊 这个周炳 就是花花肠子多 沈不清索性把话挑开说 你是怕我把你给陈姨娘用吧 周炳陪着笑脸 姑奶奶是水晶心肠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找这些 沈母亲表情淡淡的 就是去江南 也是开车以后的事了 趁着庞德堡过来帮忙 你用心点 好好跟他学去 这可是终身受用的本领 周炳唯为为懦懦的应了 不过 如果陈姨娘那边真要你去帮忙 你自己可以不去 但徒弟是要带一个出来的 你也趁着这机会 好好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周炳眼珠子一转 姑奶奶放心 我选的人 必定是又能担当 又让您放心的 她大概以为自己要趁这个机会 把陈姨娘给架空了 沈母亲也懒得解释 和她说了几句话 然后断了茶 第二天 陈姨娘果然来找沈母亲 想让沈母亲把周炳给自己用 沈母亲既没有答应 也没有拒绝 只是说 眼看着要过年了 等过了年再说 陈姨娘有些失望的走了 后来竟然吹了枕头风 让沈真出面帮着说情 沈真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要是庞德堡能留下来不走 周炳再去帮帮你姨娘 那就是皆大欢喜的事了 沈母亲知道 沈母亲知道她还是在遗憾自己和潇洒的事 只得笑着安慰她 一事 那能够总指望别人呢 沈真摇了摇头 转移了话题 敬书什么时候来啊 沈母亲配合着沈真转了话题 说是正月初六就启程 二月上旬应该可以到了 她有氏大夫的脾气 你把靠花园的绿螺院收拾出来给她落脚 屋里的漫障 夹板帘子 窗纱都要换一换 您就放心吧 沈母亲笑道 我曾经和她待过一段时间 她的脾性我也列列知道一些 已经让人把屋子重新反了 雪洞似的 多余的家具都搬了出去 就留了一个前朝的田妻床 一张花梨木的大画案 两把太事椅 两人说着 沈真再也没有提周炳的事 沈母亲却开始精心的 为陈姨娘挑选一个合格的人 转眼间到了腊八节 沈母亲亲自下厨熬了腊八粥 听雨萱不分尊卑 大家用圆桌围了 好好地热闹了一番 到了晚上 庞德堡领了一个提着西红色沾包的夫人 来给沈母亲请安 七少爷的年节礼已经送到的账房 郑妈妈是专来给您请安问好的 听说那妇人姓郑 沈母亲不由得仔细地打量起那妇人来 三十七八的样子 乌黑的头发梳在脑后 结结实实地完成了一个圆集 皮肤白净 神态肃穆 举手投足间 从容不破 沈母亲客气地 请那位郑妈妈坐下来喝茶 郑妈妈道了谢 然后恭恭敬敬地 给沈母亲行了大礼 这才半坐在一旁的景物上 姑奶奶 我们家少爷特意让我来给您问安的 他笑着开口 还让我带了些东西给姑奶奶 说着 从沾包里掏出一个黑漆苗巾匣 递给一旁的英分 英分急忙收了 有劳妈妈了 沈母亲和他寒暄着 英分拿了一个水红色的荷包出来 递给郑妈妈 郑妈妈忙起身接了荷包 谢了沈母亲的赏 又道 我们家少爷还让我来求姑奶奶一件事 说着 他看着看屋里服似的 说到了囚子 只怕是为难的事 沈母亲思寸着 就遣了身边服侍的 郑妈妈就笑着 从沾包里掏出一封信 和一双半清不救的 男士黑色圆口千层底的布鞋 来递给他 沈母亲吃惊地指着那双鞋 这是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这封信和这双鞋 是我来的时候少爷给我的 还吩咐我 让我务必求姑奶奶收下 什么事搞得这样神神秘秘的 沈母亲满腹疑惑地 接过了鞋和信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打开信 郑妈妈已经站了起来 姑奶奶 那我就告辞了 我是奉了我们家大太太的嘱托 去甘肃看少爷 少爷身边没有能用的人 特意派了我来给姑奶奶烧些东西 请个安 我呀 还要赶回凌晨呢 这里过年也不过二十来天了 沈母亲也不好留他 叫个英芬 让他送郑妈妈出去 好了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感谢您的收听